我刚刚跑过去就在这个位置 你过去不会走的 不会走 刚刚一棵椅子在下面 右边 叫我妈妈 不认识叫就更惨 你没看错 这里不是什么乡下地方 而是上水的石湖新村 附近屋苑林立 华叔偏偏就在这里 过着悠哉悠哉的牧羊生活 这次就让记者去探访他 在石湖新村这里 每逢点两点都会有一群羊 从这里冲出去不同河食草 我们就跟牧羊人和华叔 学下怎么牧羊 华叔 你好 我们来跟你学牧羊 好 今天天时很热 我看到这里整个羊篮 是否都是你自己建的 是的 像这些棚烧汗上螺丝 山羊 黑草样 就喜欢跳上跳下 都是蹦蹦跳的 所以拿些桂子给他 看到他开心 跳下跳下都是一种乐趣的 那你不觉得这里很臭吗 是臭一点的 十几年了 不惯都要惯了 这些是不是挨着呢 是的 上福上出的了 知道一点钟差不多 也有很多 数数埋卖 这里差不多有七十只羊 华叔在这里养了十几年了 当初之所以会养羊 纯粹是因为贪好玩 没退休之前 都会进来这里 不是养羊 是养蜗风鲜的 养羊 是看到附近的 那个染白又在这里养羊 我看到这么有趣 几个人就一起养 这里是一流 这个地方又有水源 地方又大 草又粥 就是喜欢吃这些草 吃完之后 又没那么多蛇和虚蚁 养羊 养羊是 开心又可以 不开心又可以 不开心就是困身 就是不能走到其他地方 没得放假 年中无忧 困住它 它经常在这里 什么什么 什么 猛想吵 叫它放它出来 为什么要在这里掃蚁 那你这条路是行人的 就是要干净的 它一路走一路摸 它走到哪儿摸到哪儿 一羊去到哪儿都知道 它一个加一个 不会走失的 一羊群心里 是一大群有胆的 到处走的 数量越少它越害怕 华叔说 原来羊很小胆的 下雨害怕 太阳晒又害怕 小鸟闪出来 都可以吓得它们到处跑 但不要以为它们很善良 其实它们的阶级观念很重 所以华叔说 要将它们分开地放出来 它又是我从小到大 都带牠 去买奶买带 一个月前 就是晚上 进阳篮 攻击那些人 一洞进去 我突然说 那么大的洞 那些狗 是啊 一夏子不见了 几十个 心都吃了 剩下这几只 我就要喂奶 没有妈妈喂奶 他跟着开心 我又做多些东西 经常跟你 跟出跟进 就像照顾小朋友 这些羊仔 他都是有性 有性的 就特别照顾他 有个寄托 那这种生活你喜欢吗 当然喜欢 如果不喜欢 都不会养那么久 他都觉得他挺好 又可以打发时间 卖羊仔去养 养到吃草 就帮到人 又可以卖给人 又可以有些收入 华叔小时候 在大陆已经很喜欢动物 还会帮家人看牛 之后来到香港 做建筑工程 临近退休 才有机会 重拾荷目的乐趣 有时候回想 小时候 觉得很傻 有住不住 再拿来辛苦 你现在不傻吗 又是傻 又是拿来辛苦 都是要撑下去 不过 早前 新界东北发展撥款通过 华叔的羊鹏 将会改建做马路 所以他和一羊仔 在2020年下半年前 就要搬出石湖新村 现在发展新界东北 我没办法 迫着走 被人迫走 人要住楼 照顾到人 动物也要照顾 靠政府配合 就是被我服养的地方 适不适合 它有给我的 但是那些 有给我的 但是那些地方 是不适合养羊 离开了死的地方 草又不适合那些羊 吃的 都是等于没用 又一天都养一天 都不舍得这羊 最好是 它有地方安置这羊 我都很满足 战略那时候 很适合 整个班的渔船 都在那里 星期六 很多街桿都在 援兽我们 我们不会辛苦 你有交通 日夜都有船 和现在只有十个八个 有水和电 已经是很满足的了 你又认识我又认识你 ABC都认识了 我们走来走去都不错了 不错的了 家家都不错 人家都不错 人家都是这样的 葡台岛 葡台岛位于香港的南极 这里没有自来水电 电话不太收到讯号 除了星期六日外 街道隔日才有一班 所以居民在七八十年代 逐渐搬走 Candy姐姐妹在葡台岛长大 虽然大了之后 搬出去找工作 但22年来 他们每逢假期 都会将物资 运上葡台岛 经营昆记士多 今次就让记者跟他们进入 体验一下葡台岛的生活 来到葡台岛的人 应该都会记得 这一间昆记士多 今天我们不止来拍摄 我们还要来打工换宿 食游戏到了 我们一起去拿吧 这些是联工 要买回来的 我们要在那边 很多东西是帮人买的 他们出来了 米水五花茶酸梅汤 最后一个补给站 汽水是10万 看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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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你还是不要再搗亂 昆记士多 在星期六日 和假期才营业 要应付游客 和一对对旅行团 真的忙得踢了脚 而这里的元老板坤叔 和Candy的家人很熟 Candy和三个堂姐妹 二十二年前接手昆记 一直坚持 就是为了当初的一个承诺 偶然那天 97年那天 我们经过的时候 她说 今年我也想 你有兴趣 你 我租给你做 然后几姐妹商量 她说 不妨试试玩一下 我玩到今时今日 好玩 唉 唉 你说 其实二十多年 你想想想 以前我整桶食油 托上肩膀 我都可以 现在真的不行 所以义工肯定 帮我们用车 全部推上来 搬汽水 又是很辛苦 你想想 由香港仔买货 由街上买 转转折多少钱 因为 康叔交来给我们 接手的时候 六个月左右 她已经走了 我想她在先 在天上 可能都 看得到的 说来说 这个岛上 是自己在这儿长大 也不想被人 遗弃 我们见到 那些人在那儿吃东西 走得这么辛苦 有枝 一碗二米给他们喝 见到他们喝得很舒服 又说 好喝 见到他们开心 我们都已经很开心 你们连年都来的 对 书母感很好 好得不得了 哇便宜很棒 没有去我们 不能这样补给 我要先休息一下 如果累的话 我在这儿休息一下 和其他葡台岛原居民一样 Candy曾经都是水上人 父母将渔船停泊在葡台岛海岸 自此就在岛上定居 上学 现在城市说有打机 以前觉得这里比较好 放学 丢低过书巴 就下沙滩游泳 不用了 然后没有食物的话 上山头习三年 在这儿读完书出去做事 七二年出去做事 没有说不捨得 你这儿 那时候都发展不了 这儿都没什么发展 各个人都出去做事 我在这儿搞签名运动 和四镇处去商讨 跟着他这条路 以前没有厕所的 不知道多惨 又是我去搞 这间冷屋 以前是老狮子的那间冷屋 那间冷屋 那间冷屋 这儿就是校长住的地方 没有电视看的 去校长看电视的 在这儿发电机 晚上六点到第二天早七点 那早上没有电怎么办 没有的 现在就这样 这三个桶是载水的 葡台没有水 就是政府运水过来 冬天没有雨落 没有水 那你们上面怎么办 我们上面死定了 乙叔公 是否从小到乙叔公看大的 是呀 都看着我坏 现在好些了 那时候整堆的 整堆大野仔屋 是呀 和他们的儿子一起玩 有他们吃饭 不过我们是害羞的 我们有矜持的 以前岛上很旺价 有成千个居民 现在就剩下十个左右 二叔公就是其中一个 其实他并不是Candy的二叔公 只是住在岛上的人都这样叫他 不够十岁来到这里 差不多住了八十年 我六个儿子都是在这里 读书的 当然都走了 出去了 人都出去了 在这里 不是说不出去 一个星期都有 三天左右 平时都只有四五个人在这里 只是在茶楼 讀两三个人 办法 市区都是 就是像热热热的 那你会便常坐在家 一天又两三餐 你喜歡走上去吃 不過你吃完就沒得去 這裡有魚養 我旁邊很多 哪個魚排是你的? 右方是藍色的 沒有了 賣光了 他又賣正債表明記 星期六星期有遊艇 我們搏他們上街 給我們多錢做艇船 那時這裡沒有的 銀板在移船 我們經常要出海鱷魚養食 這些銀板以前都是木屋 我釘木屋 就在街上讀書 雖然晚上有發電機發電 但這裡不能夠裝冷氣 熱水爐 電磁爐 如果發電機負荷過重 就不知道要何時才能修得 這些太陽能板 我們幫他們裝上去 發電機壞了 壞了沒有燈 老人家沒有燈 想走路很危險 最近他們沒有電 我們昆吉把太陽能板燈 可以打到馬祖 沒有電不要緊 我們最重要有電打馬祖 Candy還帶我們去找他的著友 樹哥 今年80歲的他 住在葡台島80年 打風也不走 你覺得這裡好嗎 你覺得這裡好不好住嗎 當然好字 廢話 不好字 為什麼在這裡住了七八十年 不搬出這裏好玩 做賭子 又有海鮮吃又有錢拿 等著拍著 天空海闊 人擁飛 沒什麼條件的 自開身 我想拿個園上山睡也行 拿個園去碼頭睡也行 裡面熱的話 拿裝牆在沙灘門口睡也行 山長水縣進來蒲台島 只是做事怎麼夠的 所以我們來到昆記士多 謝叔一宵 兩邊打開請風 量很多 我覺得這裡又很嚴 有風 有海 無敵海景 這個冬瓜滾魚仔 做了一天 終於可以吃飯了 不要小看這個泥蠻 是樹哥剛剛捉回來的 這個也是泥蠻 這是植叉婆 植叉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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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外山話 植叉婆 或者蒲台島人 真的都有思鄉病 二叔公說 今晚很多人回來 沙灘很漂亮 很光 樹哥最開心 因為有人陪他打牌 搓蜜魚 蒲台島 不是每個人心目中的桃花園 但就是他們安心立命的地方 如果你們會喜歡 請訂閱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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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按鈴鐺